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去TypeScript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静态成员 什么意思 我这有一个概念 我给您念一下 静态成员是指 不用类的实力化 就能够访问使用的属性和方法 到上一期为止 我给您讲解的 所有的关于类的知识点当中 咱们都是怎么使用类的 咱们都是先定义一个类 然后再定义一个它的实力 拗一个它的实力 然后再使用类的属性和方法 对不对 那么今天咱们如果用到 静态成员的概念的话 咱们不用拗 不用拗这个实力 就能够使用到类里面的属性和方法 该怎么做 今天就给您讲解一下 当然静态成员的概念 并不是说TypeScript的独有 其他的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中 都有这个概念 TS当然也是支持 好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首先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 静态成员的定义方法 第二 该怎么定义 定义的关键字是Static 当然说您有其他语言的变成经验 您就会发现 在其他语言当中 也是使用Static关键字 来定义静态成员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少去马上看例子 在今天的例子当中 大家请看 我有一个database 然后大家看这地方 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模板机的属性 DB name 这个name我已经把它完全的写出来 它的修饰符 作用欲 然后它是不是静态的 是静态的 然后它是什么类型 没问题吧 到上一期为止 我定义DB name的时候 都是这么给您定义的 对不对 今天咱们把它写全了 而且它是一个静态 好吧 然后构造器中 咱们什么都不写 为什么 因为静态成员 咱们不用new 就能够使用 对不对 OK 接下来咱们定义了一个connect 连接方法 大家注意看 这个方法也是公用静态 没问题吧 同时这有一个收DB 这个收DB 大家看 我可没加static 没加static 它能不能像static一样访问到呢 马上看结果 好 我这件个文件 马上试验一下 为什么我要给您讲解 这个静态成员 是这样 就说在我这么多年的 这个编码 编程经验过程当中 我认为 我在做我这个语言课件的时候 我认为我常用到的功能 我都会给您讲到 好 咱们试试 考过来 这都是经验之谈 OK 然后咱们马上看该怎么用 我考虑过来 考虑过来之后 咱们一个个说 好 大家请看 以前咱们如果要用这个类 该怎么用 咱们这样去letDB 然后new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然后咱们去使用 今天咱们不了 怎么用 看database 类名吧 这地方直接写上database 点 点什么 DB name 我没有new 我直接使用类名点 就能够直接使用它的静态属性 以及静态方法 多方便 是吧 同时大家看这个地方 database 点 直接点这个什么 直接点了一个connect 没问题吧 OK 那么咱们能不能正确的使用到呢 马上运行 我也很激动哦 好 试试 tsc 空格 然后一回车 编译 居然成功 然后咱们node 空格 test.js 一回车 大家请看 出来了 怎么出的 看一下啊 我在首行定义了DB name 然后给它传了一个Oracle的连接串 数据库连接串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我在这把它打印出来 因为咱们直接给它复值 所以说当然就可以直接打印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第一行内容 这地方 大家请看 咱们怎么传的串 就怎么把它原封不动的输出 第二行 咱们调用了一个connect的方法 这connect的方法里面写什么 写上了 如果DB name有值 咱们就打印上面这行 没值打印书会被指定 因为咱们这指定了DB name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它走的是上面这行 输出this.name 然后是连接中 大家请看 这个信息对不对 连接中 没问题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并没有new 这个数据库的实例 就能够直接使用里面的属性和方法 非常方便 一般像这种静态的函数 我都用在什么地方 在真正的工作中 我都用在发邮件的函数 一般定一个邮件的一个使用类 然后里面send name这个方法 统统都是静态的 然后传进一些个参数 然后帮开始发邮件 这个我一般都定义成静态的 为什么 因为定义成动态的 特别占用内存空间 定义成静态的 它内存空间中就分一块 静态区域就不再动了 其实是非常的方便 好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 咱们还有一个非静态的函数 那么咱们能不能直接使用到呢 database.sodb 肯定不行 对吧 因为它不是静态的 咱们马上编译 看一下错误 咱不会别的 就会看着错误 稍等我清空一下 然后编译 出错没有 说明什么 说明你非静态的属性和方法 你是不能够直接用class.这个地方进行引用 好吧 OK 这样的话 您就一下看明白了 我这怎么老报错 您就一下看明白了 静态和不静态的使用的区别 我给您讲明白了 没问题 OK 以上就是今天关于静态成员的定义 以及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稍等我把这个代码错误改一下 因为不改一下的话 存盘很难看 是吧 我喜欢没有错误的地方 OK 今天的教学内容就是这样 我的代码会放到开源中文的服务器 然后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下面的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